回到新聞現場 美國肯塔基州東部近日降下大雨 造成嚴重的洪水災情 導致兩萬三千戶停電 還有至少有十五人死亡 畫面上也可以看到道路被大水沖毀 現場滿目窗移 包含汽車房屋都泡在水裡 街道變成河流 救難人員用救生艇載獄 受災的民眾 大水滾滾而來災情相當的慘重 當局也在當地時間28號早上 針對六個郡發佈緊急狀態 而這一次的洪水對當地造成的破壞 恐怕得要花好幾年的時間才能復原了